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家知名还有新的餐厅 那我之前来绿岛的话 是算两年前 所以有些餐厅都还没有开 那这是蛮期待的 而且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 很厉害很知名 而且很漂亮的餐厅 那我今天的话 是要来第一家绿岛的咖啡厅 它的话是叫院子有树 它超漂亮的 刚进去看了 它的院子就是真的有一棵树 然后它是算有一点那种 老宅改建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路过会没有看到的地方 就是很隐秘的地方 然后这个庭院超大 而且很漂亮的 感觉晚上点开这个灯 你看很臭 很像韩国的房子 柠檬房蛋糕 上面有糖霜 然后一点小柠檬碎 吃看甜果伯爵 上面超开一粒粒 很像番茄丁 再吃看 奶油蛮狂旺的很多耶 它鲜奶油超好吃耶 不会有那种油腻感 它用的很绵密很细致 苹果是稍微带酸度的 所以吃起来蛮有层次的 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蛋糕体不会吃起来很干 而且这种表面看起来很干 但它其实里面蛮湿润的 就还不错了 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家咖啡厅 它叫G.O.H 它真的超级营业 它在一个山坡的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 就是你可能 经过后完全没发现到它 但是它还蛮美的 它这种户外风格的独家风格 它是营业到下午十四点 所以大家要早点来 好我们来去看看吧 来看一下菜单 它有影片典型跟青石 今天来试试看巧克力塔 巧克力塔上面有撒很多 像是糖霜啊 还有可可粉 哇靠 这风好大 因为它在海旁边 然后有点小山坡 风超大 它搓下去 感觉质地蛮厚实的 就是不会很空虚感 但是 它巧克力 超纯 然后超级 绵的 然后是偏苦了一点点 大人丝的那种味道 就是牛奶巧克力的头 你要吃进去 有些巧克力会吃起来 会到嘴巴里很干燃 这套完全不会 是很丝滑 很那种顺口的巧克力 然后来喝这个 它推荐的海盐 红叉拿铁 分的三层 一个是牛奶 一个是红叉 然后上面的话是它 主打的海盐 海盐奶泡 来喝看 很顺口诶 完全不会 有些那种奶泡会很油 或者是很厚嘴巴的感觉 它不会一喝就路过喉咙的感觉 而且海盐有些会夹很多很多 让你觉得 根本在吃 那个什么咸菜 那种咸鲜的东西 但它完全不会 就是点缀作用的 还蛮不错的 这一杯 也可以点点看 还是150元 接下来要去一家超级迷迷店 这个漫漫超奇怪的地方 在 那个 森林里 看来很自然 放下城市的喧闹 一起 享受小岛时光 慢慢吃饭 慢慢生活 美人 美人 小局 第二个 класс 咱们上去看看 因为它有小二楼 可是它该库二楼太爽了 这样换的样子 不算酷 太大了吧 可能會掉下去 所以點了炸雞冷麵 它雞排超大 然後下面是很多生菜 沙拉 分擋桿還蠻足的耶 因為它這個 它這一份269 超大碗耶 但是還嚇到 我以為是小小碗 現在來先吃 沙拉 小黃瓜也切太過分了 那麼大 好清脆喔 反正沒有什麼特別調味會過耶 就是很 天然的小黃瓜味 來吃看看豬排 豬排也蠻大蠻厚的 而且看一下超級脆 豬排超級多汁 超好吃耶 因為上面炸起來脆脆的 而且完全不會有那種油耗感 它加了一點點那個 大蒜呢 還有一些香菜 還有那個調味 超級清爽的 很菜式的風味 來吃看冷麵 它真的沒有加什麼東西耶 冷麵感覺只是 麵 冷麵很有口感耶 軟軟 坦坦QQ的 而且我剛剛真的看它沒有耶 剛剛真的以為 它只是原味的麵 完全沒有味道 結果它現在是有加一點 菜式風味那個 酸辣的那個汁在上面 它吃起來蠻清爽的 就是蠻足以清爽口味的 中午吃這個還蠻不錯的 沒有負擔然後又開胃 然後解油膩啦 如果昨天晚上喝酒 其實也是蠻棒的 難怪很多人推薦 要不是現在因為停船的關係 遊客都被疏散了 我跟你講 它其實要排隊 而且然後我之前 下午來 它都賣完了 所以大家建議早點來 它10點開了 那我現在要來 綠島維二的漢堡店 它叫大波漢堡 它交通非常的方便 在大街移進來的地方 然後它的話是剛開的 所以非常的新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漢堡有分牛肉的 就有四種 然後後面這葉的話是 不是牛的 像是有豬排啊 雞腿 還有鱈魚 然後還有這種 不是漢堡的雞塊餐 然後後面聽說它這個啤酒也蠻厲害的 是比利史來的 然後就是 大家如果喜歡喝啤酒也可以來試試看 就很多不同的風味 然後它就走這種沙漠風格 有很多仙人斬 還有一些這種地毯 鵝石地毯 其實隨便拍的都很美耶 這個地方 完全不像綠島會有的商店 來 今天我們漢堡啊 謝謝 哇賽 這太浮誇了吧 太厚了吧 它料很實在耶 它這個麵包是有煎過的 還是烤過的 就是熱熱燙燙的 它起司超多的耶 要留下來的 超療癒的 我剛吃下去有點驚艷到耶 嚇到 因為它非常多層次 也有那個蔬菜的甜味還有脆感 然後它的肉排真的是 沒有在那個隨便做的耶 很用心的 吃下去都有那個肉質感 在嘴巴裡慢慢散開的感覺 然後它的麵包也是非常的香耶 而且很有那個彈性 你吃起來不會那種乾巴巴的感覺 它感覺每一個細節都有很用心的在製作 但它的醬 真的惹人喜歡耶 會越吃越上癮的那種感覺 會有點甜甜的 然後很吃潤 讓整個漢堡更加費了 我剛才只覺得這太大可能吃不完 就感覺會 三兩口都可以解決掉 剛不曉得點太多了 又要點洋蔥圈又要點雞牛條 我現在來試試看 也是他們很多人推薦的洋蔥圈 大家超級脆的 很多這種炸污放久了會有軟掉的那種油耗感 但我剛剛放了一段時間 完全不會有那種油耗感 它吃下去還是有那種脆脆的口感 而且洋蔥味也是蠻明顯 蠻足的 那接下來這一家呢 是在大街這邊 它叫大叔下面 它主要是賣麵食為主 像是有牛肉麵啊 冷麵還有滷味等等 這是手草花椒五麻雞 烏龍冷麵 看起來蠻多的 拿一個胡麻醬 把自己倒下去 現在拿到它的胡麻醬 看起來好爽 我現在來吃大叔下面裡面的冷麵 看起來蠻美的 他們還蠻常賣冷麵 因為這邊其實都是夏天才有人來 但是冷麵是烏龍麵 看起來 蠻香的那個胡麻醬 它的烏龍麵非常有嚼勁 而且麵香味十足耶 蠻不錯的麵香味 它不會讓你覺得深深的麵粉會很重 然後它的醬的話是沒有到很濃郁的 就是有些很濃郁會覺得很乾 或者是很卡厚那種 這個不會它就是給你一點點點綴用的胡麻味 因為它的蘇北雞應該是 欸這處理的恰到好處耶 它吃起來有些這種雞會覺得很生或者是很難要 然後吃起來也吃得到那個雞肉本身的Juice味 還蠻不錯的耶 它這個麵的配料夾很多 像是有小黃瓜跟那個紅蘿蔔 所以吃起來就是有點脆脆的口感 不會吃起來那麼無聊 所以你隨便怎麼吃怎麼挖都好吃耶 我剛剛吃這個糖心蛋嚇到了 它很好吃耶 它是那種乳過的糖心蛋 就它的醃胸胸胃會很腫 是一種層次的糖心蛋 剛剛吃到這個真的蠻經驗的耶 看到它整個麵啊又活起來了 十分鐘完食了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很開胃 就是很適合夏天 那這一家是綠島兩家的漢堡店 其中一家叫野浪野浪 那它的話是以花生醬為主的漢堡 那單點一個漢堡的話是一百個十元到一百八十元 那現在來吃綠島唯二的漢堡店 然後它是野浪 蠻南紅的 它很網美風 吃在一個民宿旁邊 然後它的外觀啊就是被樹包圍 所以來的很常會錯過的地方 那它最有名的漢堡就是花生醬 它花生醬搭配了很多培根啊或是肉排 做一些很有趣的搭配 然後我剛剛點的是醬爆 它醬是蠻多的 生菜的話只有兩種 這樣每生菜啊跟這個鍋具 它很厚耶很紮實耶不會感很空虛 來吃吃看 所以說實在它還蠻好吃耶 所以我一開始以為是花生醬會覺得很乾 然後覺得全部味道會被花生醬搶過 但它不會 它每一個食材都各式其質 像是這個蔬菜就很爽脆 然後肉的話也是蠻多吃的 會讓你覺得很乾彩 那培根的話也有那種煎過的鍋香感 而且它這個花生醬是有花生粒的喔 所以吃下去有顆粒感 卡滋卡滋的 因為它那個起司融化得剛剛好 就很濕滑的那種口感直接到空中 欸它真的隨便從哪裡角度吃都可以耶 因為這邊超適合拍照 它還網美照 早上來的時候 它那個上面的話 因為它本來是螺孔的 所以太陽直接這樣射進來 還蠻特別的 來吃吃看它的麵包皮 因為麵包皮其實對漢堡來說 也是蠻重要的一個部位 單吃看看 這個麵包皮也很讚你 很有膨度 然後吃到尾韻的話 會有個甜甜的感覺 也蠻舒服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乾很卡厚的麵包 就單吃也可以的麵包 那現在來一家超級日式風格的串燒店 它叫小杏茶 那它的營業時間比較特別 是只有晚上六點到里程一點 那這邊種類相當的豐富 有豬肉 牛肉 羊肉 還有一些青菜 那價位來說 都是35到45的區間 這位我們點了串燒 然後我們點雞肉串 牛肉串還有櫛 來吃吃看吧 那來吃吃看串燒店必點的 牛肉串 來吃看 好難一個喔 它的肉是屬於偏紮實有口感的 可是你要咬很多下來才會吃到它的肉 肉汁的甜味 然後它這個不會調的味很鹹 因為有些種串燒會特別調的很鹹 讓你配酒 但是都剛好可以單吃也可以 還蠻不錯的 剛吃完牛肉現在來吃松阪豬 吃吃看 松阪豬很棒耶 它烤的外皮脆脆的 然後裡面肉很彈牙 不會讓你覺得很難咬 因為有時候松阪豬會覺得很難咬 你當然吃 像皮筋之類的 那完全不會 而且它也不會讓你很重鹹 還蠻不錯的 松阪豬也可以點 先來吃一個蠻特別的沙爹 但是它的這一串蠻小串 剛剛有點以為是被吃過了 這味道含進去嘴巴裡的味道就噴出來了 沙爹味滿水的 這個很適合配酒耶 就偏重型的口味 我剛剛吃這個鴨肉有點嚇到耶 超級軟嫩耶 它比剛剛那個牛肉好入口 差不多十倍左右 而且它裡面很多汁 鴨肉是來這邊必點的耶 就比其他肉我覺得最推的就是鴨肉 你來吃吃看櫛瓜 這邊櫛瓜跟我之前吃的櫛瓜口感不太一樣 口感蠻硬的耶 其實有脆感的 吃下去有那種咔嚓咔嚓的口感 因為我之前吃的那種櫛瓜水方面比較多 然後偏軟 但它這個是走的另外一種路數 喜歡吃脆感的那種櫛瓜的話可以來吃吃看 接下來要介紹一家綠島第一好吃的A加炸雞 聽說吃過一次就會上癮 而且它份量非常的大 一份雞排100塊 竟然可以兩個人吃耶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哇塞 這看起來超好吃 它有雞排雞腿跟雞翅 超美的 這超多汁的耶 切下來那個汁都留下來 這超級多汁耶 咬下去雞肉之海 充滿了整個口腔裡 然後超級軟嫩 然後它的外皮也非常的脆耶 不會讓你覺得很乾彩 超棒 你看雞腿超級大 它也是超多汁 然後自帶辣味跟鮮味 還滿不錯的耶 而且它的皮不會讓人家討厭 不會有油膩感 超棒的 隱藏美食耶 真的是 直接打 打趴肯德基 第一個來的酒吧 叫深入 它真的是超隱密的耶 然後走到一個小巷子才進得來 這山區那邊是有 霸台的 然後還有一個戶外區 這應該是吸菸的 然後昨天這邊超級亮的 第一次看到這麼亮的酒吧耶 第一次看到這麼亮的酒吧耶 來來喝喝看 我喝完了 他們酒超好喝耶 而且我是點那個 ROM加鳳梨 然後它一開始 我喝進去以為只有鳳梨汁 結果它後勁超級強 喝到三分之一就覺得超級脆 所以大家來的話 不要小心 不要喝點一次點太多 然後它的Shot也很好喝 就是有特別調過的 不會是純的 呃 純的酒精 就是滿用心的 大家可以來 而且這邊也超美 超色彩的 接下來這家被稱之為 綠島最好吃的早餐 垃圾 主要是賣手作優格跟吐司 那店內的裝潢非常的簡約 而且環保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吃吃看吧 現在來一家賣優格店的 這家滿有名的 就很多人都會推 它的優格的話 是分一碗跟一個 一杯的 然後是點一杯的 一杯的話大小是長這樣 這上面滿多水果的 香蕉、蘋果、粉、奇果 然後上面有鋪一層堅果 配料滿健康的耶 而且這一碗的分量滿多的 大概一碗 然後我是選黑糖口味的 這一碗是一百塊 來吃吃看 早餐吃這個感覺也滿爽的 就是整個 很不會很有負擔的 它優格超級軟 幾乎已經拍到到柚肉爐的那種 可以用喝的 基地的 然後它烤的這個經過 然後吃的脆脆的 它的水果都是 變有 有硬度有口感 不是那種軟爛型的 然後不會過甜 要滿多的耶 芋泥跟肉鬆 好療癒得太濕了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那個魚頭超綿密 然後外面的土石烤得脆脆 而且完全不會很油 而且一種會 因為煎很久所以一定要油 它完全不會 那種鹹香鹹香的 蠻特別的味道 因為它給的料蠻多的 不會這種吃到 空包蛋的感覺 接下來要介紹這家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店 它叫島後面 店內的話 是熱帶的島嶼風格 有白色貨櫃搭配著鐵皮 店門口滿滿的新人杖 讓整個空間更有度假氣息 店內還有賣很多可愛的文青小物 像是貼紙啊 雕屍公仔等等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一邊看海 兩邊吃飯 非常的愜意 舒服 最喜歡這裡的塔克飯 生菜配上肉醬還有酪梨 超級爽口 而且特別的 還有來這邊一定要吃吃看的剉冰 我點的是黑色剉冰 抹茶搭配著鹹奶蓋 鹹甜鹹甜的滋味 讓人流連忘煩 這次介紹了很多綠島的美食 大家最喜歡哪一家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最後有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能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可以拍照 我們下次見 可以拍照 我的粉飆 可以拍照 不給我影片 鬆